名校硕士 沉迷夸夸群 2019年3月 夸夸群在清华北大等高校迅猛发展 随后爆红网络 淘宝店铺每日订单爆满 在群里 无论你发什么信息 也不管你做了什么蠢事 或经历过什么样的失败 你都能收到其他群员疯狂的夸奖 夸夸群内主要有这几种人 一是求安慰的 比如被老师批评 上课迟导 第二种是恶搞的 以各种奇葩理由求夸赞 第三种 购买夸夸服务的人 想请人夸赞自己想要夸赞的对象 屡号属于第一种类型 却又不止于此 2018年1月26号早上 杭州萧山区发生了一起事故 一位私家车主 酒后在自己的车后座上睡了一夜 被人发现时 车辆还没有熄火 空头也正常运行 但是 人已经没救了 死者赵刚 33岁 某软件公司研发部的高级主管 李毅 独自租住在此小区 死者符合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表象 没有遭受外力伤害的痕迹 也没有丢失财物 警方发现 25号晚上 赵刚和同事在饭店聚会 因为喝了酒 他被代价的李师傅送回小区 在小区停好车后 赵刚说自己要在车里躺一会儿再回去 他当时还算清醒 李师傅就没多想 为了以防万一 李师傅还特意把车后窗留了一条足够交换新鲜空气的缝隙 之后的事 坊间推断 或许赵刚被车窗灌进来的寒风冷醒 半梦半醒之中 自己下意识地锁上了车窗 又继续睡着了 由于车内一直开着暖气 又是内循环 最后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可死者的父母不相信这样的推论 警方也未下定论 25号当晚 参加聚会的人向警方证实 赵刚喝了四瓶啤酒 两瓶姜小白 出餐馆的时候 走路都不稳了 因为男同事都喝高了 还是女同事帮忙请的代价 代价的李师傅从业多年 口碑很好 警方调查后 排除了他的嫌疑 赵刚的社会关系也没有查出问题 由于停车的地方是监控死角 小区的整体监控也不完善 警方没能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一周后 尸检结果显示 赵刚胃里残留着高浓度的安眠药成分 可是 警方并没有发现他有失眠等需要服用安眠药的情况 近期也没有就医金药店的痕迹 既然如此 赵刚体内为何会残留安眠药的成分呢 警方感到了压力 这起案件手法太过隐秘 此时 死者单位一个名叫吕浩的男员工突然辞职 并失去了联系 此人25号也参加了聚会 警方敏锐地感觉到他一定与此案脱不了干系 果然 警方调查后发现吕浩有重大作案嫌疑 并于三天后将躲藏在西安一家小旅馆的吕浩抓捕归案 吕浩 27岁 山西人 毕业于北京某重点高校 是赵刚项目小组的成员 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外表文弱 据吕浩交代 25号晚间聚会时 他就坐在赵刚的身旁 后来他打车尾随赵刚 并乔装进入小区 代驾师傅离开后 他本想趁赵刚神志不轻时 狠狠地打他一顿泄粉 但是 因为胆小没敢动手 之后 他把空调热风调大 并切换循环模式 还把后车窗完全封闭 接着 逃离现场 在离开餐馆前 他悄悄地在吕浩的饮水中做了手脚 因为经常失眠 他有医生开的处方 可以方便购买安眠药 由于现场被严重破坏 警方才没能提取到他的信息 吕浩和赵刚之间 有什么神仇大汗 会让他如此的费尽心急呢 吕浩称 赵刚经常因为便写程序的事 训斥他 挑他的词 有好几个项目 赵刚还抢他功劳 单位的同事证实 赵刚在工作上的确要求严格 组里的成员都被他训斥过 但都是为了工作 大家觉得很正常 至于抢功劳 他们没有遇到过 如果是因为这些事 吕浩也不至于对赵刚痛下杀手吧 此事没那么简单 吕浩和赵刚之间的矛盾不够激烈 他在公司也不是冲动易怒的性格 一定还有其他原因 吕浩归案后 记者通过调查 还原了他的成长经历 1991年 吕浩出生在一个条件很好的家庭 父亲在体制内工作多年后 与人一起创业 成为了一家民营企业的高管 母亲是当地报社的编辑 夫妻俩都是人尖子 对于独生子吕浩的要求 同样也比一般的孩子都高 他们有自信 父母那么有才华 儿子也一定不会比别人差 夫妻二人在儿子的教育上严格 也不遗余力 凡是能帮助儿子提高学习成绩的方法和工具 夫妻俩总是第一时间让儿子接触到 吕浩也没让父母失望 从小到大 他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承包了各个学科的奖状 多次代表学校 取得省市级比赛的奖项 中考时 他就被市里的多家高中争抢 2010年 吕浩顺利地考上北京一所名校 就读软件工程专业 2014年 考上本校的研究生 2017年7月 他签下了一家世界500强的企业 从事软件研发与测试工作 这样一个学霸型的优秀人才 为什么毕业不到一年就犯下命案呢 认识他的人都无法理解 在父母的眼里 儿子乖巧懂事 还很喜欢养小动物 上初中那会儿 家里的小狗弄丢了 他伤心了好几天 夫妻俩还说 儿子的性格像女孩 胆小又多愁善感 为此 父亲送他去学跆拳岛 想培养他的阳刚之气 可惜儿子不喜欢 吕浩父母的朋友 对他的印象也很好 这孩子啊 让人省心 从来不惹事 学习又好 除了不太爱说话 什么都好 每次碰到我搬东西上下楼啊 都热心地帮忙 到了最后 大家都会发出同一句感叹 他怎么就做出这样的事呢 真想不通 从吕浩父母和他们身边的亲朋好友的角度看 吕浩是个好孩子 可在同学眼里 吕浩似乎有着与父母等人眼里完全不同的一面 孤僻 内向 不合群 据同学反应 吕浩虽然是老师眼中的红人 可是 他和同学之间却玩不到一块 他体育不好 班级活动时 他总是默默退到一旁 性格很冷 可他成绩很好 又让人觉得他高不可攀 久而久之 同学们就习惯不和他玩了 老师也说 吕浩经常沉浸在自己的学习世界里 让他多参加体育锻炼 他也不重视 可他成绩非常好 老师很喜欢他 吕浩的同事们对他的评价也不错 吕浩在公司里不是那种偷奸爽滑的人 也不太懂得拒绝人 同事们有事找他帮忙 他是来者不拒 有几次 同事们还看到他淹慈加了很晚的班 同事们都很信任他 吕浩的成长之路 似乎没有多大的问题 他和小组领导赵刚之间 也没有深仇大恨 可是他却对赵刚伸出罪恶之手 这背后的真实原因 吕浩在法庭上终于揭开了谜底 那么吕浩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